歡迎大家回到今節的動漫戰隊 今節的類型什麼都有一點 因為有些是逐個作品 也有些是其他不同類型的作品 之前有時候聽眾都會問 為什麼作品這麼擺放呢 有時候因為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有時候會安排到 就好像上次回到那樣 我們真的會嘗試安排 每一節都有個主要的 但有時候 你安排完剩下的那些 很多時候就直接用鹹水草去 這次不老實說 這節其實是鹹水草來的 所以什麼都有一些 蠟雜一點 什麼雜感都有一些 先講第一套 先講第一套 虛構推理的第二套 我們講第一套 是非常喜歡這套動畫 是 因為它的設定是非常有趣 是 它真的是推理系的作品 同時它是用一個 禮還折曲的推理方法 來硬砌一些東西給你的 但有時候 就是 又會先有答案 再去腦炊 因為這個故事設定就是 有妖怪的世界 有不同的超級系的妖怪 也有 有些簡單一點地綁靈也有 但總之 人和妖怪之間 就有一位公主 就是她的溝通條樑 就是 女主角的琴子 經歷了一些貴的事情 她也有位男朋友 他們兩個就成為了人類和妖怪中間的橋樑 有時候妖怪有東西要幫忙又找他們 有時候有些妖怪處理不到人類幫忙 處理又找他們 而琴子很有趣 他是一個很邏輯的人 其實兩個人都會有邏輯 所以有些事情發生了 他們會嘗試想辦法幫他們解決 但有時候就說 我已經知道真相是怎樣 但有時候不應該說真相給他聽 因為可能說了給他聽 他會很大壓力 他會很害怕 有時候可能會令到件事 或者人類和妖怪的平衡有混亂 所以有時候就算他知道真正件事是怎樣 先說給觀眾聽 他在聊天說就會讓觀眾知道 然後就會跟妖怪 或者人類 吹水地說出來 就是為了要解決好件事 所以有時候 他會騙了一些人或者妖怪 目的就是為了 平衡兩邊 而上一季我們說過大事件 有一個都市傳說 就是大家深信這個都市傳說 是一個Version 而令到那個都市傳說的潛在能力 是越來越厲害 就是因為 令到那個東西又沒有變成有存在 而那個東西因為是由 你當是一個對手去創造出來 所以女主角和男主角 就要一起把這個都市傳說擊破 老屈的Version出來 老屈另一個Version出來 那些人說 你當說商場 說哪個商場有恐怖故事 然後就拿了一些港產片 即是說 那天早上發生了蟹劫案 這樣他叫做 spin那件事走 他真的要spin那些東西走 是做得非常好看 亦都很特別 因為那種推理的手法 還有 硬生生把一件事 講成你一件事 少有地 最好是他有原本Version給你 你看以前已經做了一件事 神經病的 他不讓你知道事情是怎樣 而他應該大概是這樣 後來up了他就算 對 他現在是先給你 例如現在去第二季 一開始說 在那間房間 樓上 明明沒有人住 但不知為何常常在腳步聲踩 那麼他就 跟那些妖怪 就為了安撫地獄 是那個管理員 其實養了一條像科莫多龍那些大蜥蜴 他又不能告訴別人 因為座樓不養了寵物 而且因為座樓溝通減料 所以靈性不隔音的 說原來這樣我都沒那麼害怕 但其實上面真的有一隻公仔有作咒 他說 那這件事我自己出去處理算 你不是告訴他他更害怕 他又給了一個真正的答案 你又看到他怎樣把這件事轉走 其實很厲害 他是要在一些既定的事實中間 然後作一些東西去穿起來 然後就叫做解決這件事 這一類這樣的推理 其實我在其他作品上我找不到 還有這套作品我第一季很喜歡 就是他的對白很有趣 有時候對白很有緩美 甚至玩到 而今季 因為時間關係 我看了同兩集 那都是覺得很好看的 是啊 因為第一集 真的是騙鬼吃豆腐 真的 就是剛才說 兩條蜥蜴 那一刻我正在想 好像很合理 他說這些全部解通 但是後面就發覺 真的是騙鬼吃豆腐 而且那群地綁靈 真的問他 既然他這樣寵物 為何又不說出來 阿呂總是要很認真地跟他說 因為這樣 如果他說出來 就會影響他的租約 他不是在那裏摔地 才有這樣的聲音 那一件事 到之後 真的說完 上面是一個徐靈的物體 就要男主角 就說 我雖然不會死 但我會痛 你去搞定吧 拿去濕密 早上放森林 叫妖怪不要走過頭 因為那隻會打妖怪 然後叫男主角 你過去跟他一起抽 因為男主角 他曾經吃了兩樣的妖怪 所以他有一個能力 簡單來說 他是Deadpool 不會死的 他怎樣都會翻生 也是這樣 就要他無限地 被那隻狂打狂殺 再找機會去對他 男主角真是造坦的經典 第二季更好看的 就是他開始進入另一條主線 是雪女 是雪女片 在這個off topic說一下 之前禁區66 有一集是說雪女 我當然是上網搜尋一下其他東西 搜尋的途中 我找雪女很奇怪 為何不斷 但虛構推理給我 原來說因為出了PV 有雪女 然後我看到那些人 是瘋了線 很棒啊 第二季有雪女 每個人都變成一個迷影圖 有一個人說 我好興奮啊 點JPG那張 我看完那集 我明白為什麼 現在明白為什麼 那些人這麼興奮 那組的頭是十分之好的 就是說有一個男人 在雪山被人推下癌 死不去 被雪女救回 他就問他 那你們這些雪女 不是在傳說裡面會 淋油嗎 你不是淋人嗎 你都瘋了 我在這裡住 有什麼意外 整個雪山都是拯救隊 到時候又說有人死了 要開發多些 你不要搞搞搞我 和我最喜歡雪女說一句 哎呀你沒有看過小全白雲寫雪女的故事嗎 然後你回去看小全白雲的本書 就是妖怪賴絲 日本的 他叫他回去看小全白雲 哈哈哈哈 那一刻真的很棒 我問他為什麼來看小全白雲呢 他這樣說 還有他對人類貨幣有興趣 因為人類現在現代的人 做的東西真的很好吃 雖然我是可以 在他看不到的情況 我去拿出來 但是這樣就影響別人的店 也不應該的 那我幫你了 分了半錢給我 這樣 這些東西挺有趣的 還有之後的相處也很有趣 就是由這個救命英人 很多年之後 就變得去找他 也偶遇之下 就不如一起生活這樣 是 那男主角呢 就是被人害過一次之後呢 接著隔了那麼多年 就有結婚 那些這樣的東西 再來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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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設了一件事 就是原來他前妻就被人謀殺 但他前妻之前謀財害 沒有想對他 所以才離婚 才自己搬來雪女附近 是啊 但是警察上門 就不是做證人 反而做嫌疑犯 就是因為實在太多嫌疑犯 就是說 喂他之前曾經罵過你的 為什麼你不報警 然後他說 那冤冤傷亡的事 就是沒有事發生 算了 我灰了 因為他灰了 不想理人 有攝影拍到你 跟好像你老婆的人 在吃雪糕 其實那是雪女 但是最可憐的是 最好笑的一句 就是在這裡 為什麼你找老婆 會找個好像我那樣的東西 對啊 真的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錯亂這件事 哈哈 但是整件事的糾結 就是說 雪女可以作為她 不在場證據的證人 但是她作為一位雪女 她是不可以做證人 她是妖怪的 所以就找了琴子 去幫忙 最正是她說 咦 她怎麼知道都不是去做 她說 因為她有了不在場證據 不在場證據就搞定 但這些不在場證據是來自雪女 來自妖怪就做不到準 所以就要找她幫忙 那一刻很有趣 這對白也很有趣 這件事之後 公主的推理也是十分好看的 我覺得這個 你當作是中篇或是長篇 希望可以寫得很好 看到網路上的留言 也是 神經病的雪女出來 現在我明白 所以對這個編章 我也有很大的期望 也沒有失望 而且我覺得雪女這個角色也設定不錯 真的 挺有趣的 我覺得這個角色是挺吸引的 她無論 她又做了雪女的傳說中 說某些東西 她甚至說有吐蟲某些東西 最喜歡的是 因為雪女有個很經典的就是 喂 你不要跟別人說 你見過我 不是我弄你 然後她後來又再玩這個trap 變成這些東西很有趣 她又拿了一些 現在在說傳說的東西 放進去的那些對白 我很喜歡她那句 她就說 我跟你說過 你不可以跟別人到處說我的事實 她說 我跟本人說我當然沒問題 我跟本人說回往先 她說 小泉百雲我看的 她那裡不知道她的老婆其實是雪女 那就讓她出事了 但我知道你是她 她 她真的又拿回民間傳說 那麼多年的故事 下去玩這些對白 那個效果很好的 所以 可以保持得到水準 都是 我時間關係看了兩集 但我很期待她就追下去了 沒錯 推薦大家去看 對 影片是十分好看的 甚至乎 你還沒看第一季 看了第一季再看下去 對 都市傳說那一戰是好看的 對 然後就到另一套 有關剛才的雪女 對 也是有關的 這個冰屬性男子與無表情女子 即是這個是後續來的 後續來的 對 雪女的後裔 對 太陽的後裔是好朋友 冰屬性男子 literally 就是說她是 真是一個雪女的後代 這個社會 其實是 人類和妖精 或者一些種族 是可以和平共處 亦都是直接上班 這一套其實是 辦公室戀愛的一個番組 對 男主角作為一個雪女的後 剛入社會 就去做文員 很緊張的 一個人在河旁 在自己自然住的時候 就遇到這個女主角 因為她很有趣的 她說她的心情 是會反映在周圍的氣候 隱情不定的大哥哥 那個比較恐怖 但這個是物理上的隱情不定 但那個人很恐怖 沒有 她說 很緊張 走不動的時候 緊張腳都被避免 她就 exactly 那種雪會雪著 然後有時候 很聚精會神 很集中 旁邊就會吹雪 甚至旁邊的同事都會說 哎呀 我知道很緊張 但我很冷 你發生什麼事呢 你又做什麼呢 那她第一天就是 很害怕 雪著腳 而女主角就是一個 沒什麼表情的女生 甚至以前的人說 哎呀她真的好啊 好帥啊 她經常都這麼酷 但其實她的人 兩個人都是很熱情的 其實她對人很好 而女主角 甚至是第一次見她 她還沒認識她的 那時候 純粹是巧語 就冰雪著了 我有一瓶熱茶 給我幫她淋淋去 後來就說 不行啊 不如這樣 我給你一杯茶 然後就關心她 她就叫做放鬆 就搞定了 好多謝你 然後大家回公司 結果回公司 一進門口就見到女主角 算了 那一刻 接著就設定了一個局 然後還有一個 都是人類後裔的同事 剛才無表情那個 說她無表情那個 都是人類的後代 再加了一個 就是 很常人 對 不用說什麼後代 因為她說 你們介紹一下自己 我們是人類的後裔 這樣說 對 然後你一個說 我是妖狐的後代 然後再集數 有不死了的後代 對 這個我就是最不好思議的位 雪女的後代 就像剛才推扣推理一樣 很明顯是 這個很容易 你說她 對 你說妖狐的後代 那妖狐會變成人 我覺得很合理 很正常 你明白的 不死了的後裔 How 我想知道要怎麼做 我想知道要怎麼做到 這個問題上次跟你討論過 那天不是錄音的 我們討論過 我回去再想一下 我大概想過那個格好是怎樣 是是是是 大家不要先看我 屌雞 這件事太可怕 屌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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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煎完 煎完一隻荷包蛋 屌蛋 屌蛋網嗎 屌蛋網 這樣說 那她應該是幻化的 幻化做人 對不對 幻化完做人 就是什麼 其實這樣說 不死了這麼厲害的一個種族 她都可以幻化做人 說不定 都沒有說不行 因為以前是P.A.D.豬雞蛋 那個 可以嗎 會不會整件事開心很多 對 你想想P.A.D.豬雞蛋 是不是沒有那麼恐怖 先不要想什麼 屌雞屌蛋 那些事 做人不要那麼瘋狂 A哥 做人真的沒有那麼瘋狂 我純粹探了問題出來問 我不知道 我想不到答案 才會問的 我想想P.A.D.豬雞蛋 我純粹探了 他可以幻化做人 沒那麼恐怖的 蛋殼 你真是怎麼搞 算的 哈哈哈哈 不過 我比較 不過我覺得 比較好笑 他裡面 他老闆 老闆是不是罰了後藥 這間是罰心的公司 對 他們上司 一個罰樣 但他說不是罰了後藥 他真是普通人 就是像 原本這一套 我都覺得 聖哥轉那個 而且他是一套辦公室喜劇 閃光得來都OK 因為其實 他兩個 挺可愛的 例如冰室 剛才說過 他很專注的時候 周圍會變了暴風雪 或者他很開心的時候 有一些小雪人 會彈出來 有雪人彈一下 經常會扔到人 我覺得很有用 因為夏天是不需要開冷的 還有我很喜歡他 他看電影的時候 他緊張 然後又下雪 然後下面那些年輕人就會 哇 4D 哈哈 正 剛好那些畫面 又是拍了雪景 那些是很棒的 有時候他在那個 instagram 看貓 都會看到 很開心 就會又在那裡下雪 是 有雪人彈出來 甚至女主角說 我近來開始覺得 你的雪人其實挺有趣的 拿雪人來玩 甚至說 我很喜歡貓 但我養不到牠們 因為我很喜歡牠們 想摸牠的時候 就會下雪 然後貓就會覺得很痛 以後就會離開 我覺得這些位置是做得很有趣的 還有他們兩個之間的 已經是同時以上的 你想想 又買禮 是啊 又買禮物 然後出去吃東西的時候 兩個都有感覺 兩個挺可愛的 好像 藍珠說 我喜歡貓 但我摸得牠們 一摸就會下雪 又嚇到他們 然後女主角又養貓 她說 我家裡執了幾個貓鬍 她又真而重之處氣了 認識了羊貓的人 都會保持貓鬍 她說 貓鬍還可以有幸運成份 我送給你 那你可以看貓鬍也可以 然後 或者說 我很喜歡花 但是 然後我下雪 我會吹那些花又借 原來有些人 拿一些像杜草 蓋在上面 就可以防雪 你想種花的 你蓋在上面就可以了 女主角對她好 然後她說 我可以報答一下 她有一個甜品 我知道她想吃 但是周圍都沒有 她不知道 走了整個星期去找 就找了一杯給她吃 那 這個角色是挺可愛的 對 包括旁邊幾個都挺有趣 整套東西 旁邊的同事也挺有趣 我覺得最可愛的是 有一篇 他們在一個很熱的地方 那男主角就 死了 怎麼辦 那她就發生 她去沖繩 對沖繩 發生意外 她真的在日光之下 會變成 原來她有一個屬性 就是說 她如果曬 曬曬曬她會逐點縮小 即是她縮小 然後她縮小 她縮成怎樣 她縮成縮成縮小 然後女主角 突然發現 她就突然發現 嘩 好可愛 然後偷偷拍照 做成Wallpaper 之後很害怕 被人看到她用Wallpaper 那些東西是很有趣的 也做得好 即是如果你說Sweet的話 我覺得這一套 感覺好過 九寶那一套 我自己是買這一套 多過 因為九寶那套 真的是糖尿的 這套真的不是那一套 但是她那一套 即是你說誇張多過 多過不死了後裔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即是誇張 都可以有誇張的寫法 我最喜歡那兩個 打招呼 你們就是介紹自己 我人類後裔 哈哈哈哈 哈哈 但是她那一種 不知道 其實她又不算是 那一隻 要甜到柔 但是你一直看 就很舒服 就是那種感覺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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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套都挺推薦的 推薦的 這套 劉嬌反派千金 利潔諾特與實放主 遠藤同學 及解說員 小林同學 不要叫我快點讀一次 我搞不定 這次真的 那這個呢 也是惡人大小者類的番組 對呀 但是呢 這一套呢 跟平時我們看的套路 都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嗯 還有她玩了一個推薦 令到整套東西的感覺 是活力了很多 是 那平時我們看的 那些惡人大小者番 呢 多數都是轉生異世界 那無端端又入了遊戲的世界 那自己就做了惡人大小者 那之後的制月 個個都不同 但是基本的套路 都是這樣的 但是這一套呢 就不同了 他們就真的 在玩一隻遊戲 嗯 那就是遠藤同學 和小林同學 就是兩個 就開了一隻遊戲 過來玩的 那玩玩的 那玩玩的 那小林同學 就有個女生 就不斷推薦叫她去玩的 那小林叫遠藤過去玩的 那 那他們兩個之間呢 其實都是一些 安門梅啦 對啦 是這些啦 那大家在玩的時候 突然間在覺得 就是通常玩的遊戲 玩一下 哇 一看就知道那個女角色 一看就知道那個女角色 其實是傲嬌 哪個真是壞人 那就是打機 假的說話 那小林同學 是這隻遊戲的萬事通 來的 那為了推薦呢 就在旁邊做解說 不停在介紹一些世界觀 就是我們看天璣的時候 幫人解釋哪些勢力 你看那些是十二魔女的 那些什麼 那些鬼佬勢力的 但是他們玩一下就發覺不對勁 為什麼那些對白呢 突然好像 跟我之前看的不同 跟我之前看的不同 發覺不對勁 是不是有聲控的 對啦 他正正的遠藤說 咦喂 他在說話 這隻遊戲有語音系統這麼好 然後小林那個女生說 不是啊 這隻遊戲沒有語音系統的 那不是沒有恐怖 但是他有個感覺不恐怖 然後他哀哀 喂 難道裡面的角色聽到我們兩個說話 喂 你聽我說話 現在馬上去嘴 阿倫大小姐一口 反正走過去 那裡面的角色 原來就是聽到兩個八聲 那個男主角 聽到兩個八聲 就當作是神譽 嗯 原來兩位神 現在正在給我神譽 我叫他咀咀 他說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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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原來她真的喜歡我 然後她說 神雨的嘴巴 走過去 咦 其實我現在看到她有多可愛 然後她的嘴巴呢 嘴完之後她的臉都紅了 她說 哎呀 她很可愛 結果王子真的暈船了 她真的挺可愛 就變成她也真的喜歡了她 但阿倫大小姐一向的正谷籍 你不要計算卡拉丁尼娜 那個不是阿倫大小姐 那個是特例 她一輩子不能做壞事 那時候她會討厭她 會討厭惡人大小姐 這套不是阿 現在那個已經暈船了 其實她挺可愛的 兩個好像沒有理過女主角一樣 但女主角也是另一些處理的 女主角就是變成惡人大小姐 很懶惰她 所以整個故事有趣之處就是 當你在遊戲中 在惡人大小姐或者王子處理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旁白外面兩個在控制 而也旁白解釋 那種雙重的感覺是挺有趣的 因為她還在玩一位 但其實阿倫大小姐在遊戲中 是沒有好下場 她會有一個毀滅 End 即是她一定會遇上毀滅 End 現在我們不如想辦法幫王子裡 幫她避開那個毀滅 End 她也不想她有不好下場 因為她覺得她是傲嬌而已 她不是壞人 她不是壞人 她是好人 現在就是有一種稀威稀愛 遊戲中 蘭媽王子聽過一個神譽 看看她如何扭轉遊戲原本的劇情 她還說 你聽我說話 你經常說話 別人以為是瘋的 所以你心裡想 愛就看到了 因為這些字幕會出來了 而且她後面第二集的時候 她有神譽說的時候 是有一顆彩虹的光 你心裡想著她 恭喜你啊 你聽到神譽了 真的很好笑 還有就是他們 其實王子跟兩位主角的互動 是十分之好看 即是 現在我們兩個跟他們聊天 你有什麼問題 問一下我們 然後王子輕輕了 然後就突然問了一條問題 你打算問什麼 什麼傲嬌 我那個時候笑到我 經常說 一看就知道她傲嬌 然後她說什麼傲嬌 然後她只是解釋傲嬌給你聽 當然她也更加喜歡過 愛人大小姐 那遊戲裡面的劇情 也設定得很好 即是剛才說過 有愛人大小姐 就有原本的女主角 原本女主角都是村姑 然後去到大城市學 有什麼奇事 有什麼奇事 現在那些村姑很厲害 即是沒有 那些村姑可以手撕 那些怪獸 即是之前我們說 阿橙田那一套 都是我們的視角看到她好像很厲害 不是啊 參田麥你吃了拳骨 這裡 她是全部LV99 然後她說她之前怎樣練習 她說她自己一個人衝進一堆怪獸 然後自己斷手 受重傷 沒有所謂自己治好自己 她自己可以回復自己斷手 可以做一個村姑格鬥聯盟 可以做一個村姑格鬥聯盟 可以做一個村姑 最好笑的是 阿山叔一定力捧 神譽叫她的堂弟弟來做保鏢 她說她這麼厲害 要我保護嗎 但是反而設定了 這個愛人大小姐和王子一對 那村姑其實和保鏢 都是有感情的位置 再加上你愛人大小姐的遊戲 當然有幾個不同的男角色 那幾個男角色其實都設定了一些東西給他們做 所以整個故事 其實走向我覺得是很多東西可以寫 而且有兩個神視角出貓的 有不斷給貓知道他們 而且神視角那一刻也很有趣 他們說 那你不走這個壁 我們走逆後公園就可以了 然後他們說 喂不對路 逆後公園是連所有人 都變成了愛人大小姐的旗下 反而這個國家是會出事的 我覺得這下是很好笑的 在那裡分析這件事是頗有趣的 還有神視那兩人 即是現實中那兩人 自己的故事你也想看他們怎麼發展的 是 你沒想到可以這樣玩 可以寫幾條線 還要幾條線都好看 那我覺得是寫得頗厲害的 還有用愛人大小姐的東西 扭了那條這樣的方法很有趣 沒錯 那其實還有另一條複線 我也很想看的 就是複山潤的角色 是 因為你發覺他應該是很想進入遊戲裡 但是不知道是為了些什麼而進入遊戲裡 那究竟他能不能進去 還是進去變成奸角還是怎樣 我覺得是很有看頭的 還有我印象中 這套的星優陣都厲害的 所以喜歡追星優的那些就可以 然後還有套東西本身很習慣 所以高度推薦 這套我們幾個 藍木燈 藍木燈女主 更加推薦 然後到下一套 都很多人期待的 就是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 就對了第二季 那盾妹呢 其實我覺得水準 Overall來講 是可以保持到的 就是他也是很開心 跟大家一起去 玩遊戲 連黑來欣一起去玩 很開心 故事先不說速度 但是故事做得回第一季的氣氛給我們 氣氛是做得回的 就是讓一群人玩遊戲很開心 輸贏是另一件事 但是最重要是玩遊戲是開心的那種感覺 是 暫時來說 我看到第二季是有兩個問題的 第一樣呢 跳故事跳得很快 第一季的時候打了這麼久 都是打了三層左右 但是現在我們第二季 看了幾集 其實已經打了兩層了 是啊 還要說可能第六層都差不多打完了 是啊 就算不用看原作黨 都知道他的故事飛得很快 是 何況我看完那些人說之後 就說 趕火車 有些人說了兩本書 好像是 所以是 不知道為什麼要趕得這麼急 這件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樣我覺得是問題的 就是畫面 因為其實第一集 你看到他還能保持得到 好像第一季的水準 第二集 我印象中都不是差很遠 但是有一點點位置已經開始了 但是最多人救病的是第三集 他就在打塔 打頭那隻BOSS 我覺得還可以 作畫和故事都能保持到 對 但是去到其中一關 打圖書館 那個是最嚴重的 因為他 整套都是用2D畫面去畫 但是零零射射射 在圖書館那一幕 全3D 連沙利和盾妹兩個都是做了一個3D模組去做的 對 而3D的質素 其實本身我看的模組 都是有一點點怪 有一點點突压感 我自己覺得 不是做得超級那麼漂亮 不是差的 不是差的 但是不是超級那麼漂亮 沒有去差的 但是我覺得是 跟2D那些畫是有一點點不配 我好想看2D多一點那種 更加多我們經常都說的問題 就是那些畫素很跳 變成整個畫面很窄 還有一些動作很生硬 可以是特別 有些類似三百六鏡那些 那些真的不斷窄 很明顯那些 好像以前玩3DMark那些 不斷跳格那些 還有你比較回 第二集在打Bio-1陽管 是 即是Maito變一個GP03 機閃神在撞來撞去 一隻GP03在Bio-1的陽管 其實是很有趣的 很NWO 或者很Maple 而且你同一集 你打那一層之前 那些2D戰鬥 是很平常的 即是打那隻狼 然後GM說 嘩 我設計了專門為他而打 但要收一下Maple 誰知道會弄成這樣 今季的GM也很有趣 多了個秘書套租 就說 每次我們應該是以Maple 目標為第一 我們應該要修正他的東西 但我們修正他的話 真的會搞亂System的Balance 你怎麼搞下去 但不修正他其實都在亂 這套東西的一個正的位置 過癮的位置 甚至看到GM 有一集已經是 喂我們弄一隻怪 又被他搞定了 不要緊啦 這次我們扣了他的血 但是在地形 敵了東西 我們扣他 還不是那隻怪 地形扣他 他經常說 繼續繼續繼續 所以那一道圖書館的戰鬥 是真的很怪的 是 甚至乎無緣無故變3D 一來 你想他是不是想試新東西 二來就是 會不會整段被判了被搞呢 也很多人討論 所以 這集是 他現在的所謂趕火車程度 還有 無緣無故整個段 都是大家有點擔心的 但是 真的這套作品本身故事方面好 就 還保持到你想看下去 還有 我真的想不到 我會再一次在動畫 看到 量產型EVA 為 咬這個二號機的感覺出來 Maple變成那隻二型 喂我算了 他還要玩分身 他還要做 其他人Buff他做分身 我看到一個量產型EVA 分了那隻二號機 去分BOSS 我不做人了 神經病 唯一 Maple單挑那個BOSS 可以使他用不同的招 即是那場戰鬥是少有 你看到Maple是要變不同的形態去打 但那個 是Ray Boss來的 那個不應該是單挑的 所以那一刻又是很好笑 嗯 那 整體都OK的 其實故事來說 我自己是覺得OK的 但是 就是 他製作的方面 是有點擔心 不過這樣說的 雖然他說 3D那裡我覺得不太好 但是 他同一集2D那個位 他真的變成綿羊球 然後又變成GP03 那裡又還好 所以 希望他2D可以保持到水準去後面 我是怕一些打位後面都有類似的情況 那我就會擔心一點 還有我不知道是否前面趕完火車後面 某段劇情想慢慢做 希望不會 好像看Fast Forward那樣看完整季 但是整體來說他繼續追下去 沒錯 那這套差不多了 接著到另一套作品 Buddy Daddy's 殺手賴爸 就是這個PA-Verse的原創作品 在畫面上PA-Verse就沒得輸 因為今季這一套 我覺得都算是中上的畫質 那故事說什麼呢 那為什麼叫殺手賴爸呢 就因為他兩位主角 一騎和阿靈就是一對職業殺手 是 一騎就是一個外表口花花 一個女性殺手 但是他在計劃 都是一個能手 那阿靈就是攻擊手 槍械方面 他是一等一的 就是兩個作為拍檔 在任務方面都沒有什麼大的出意外 也是在業界來說 總算是有一點的聲明 但是 有一單任務裡面 就遇到他們人生一個很重要的女生 很喜歡的人 是啊 就是女主角美妮 一個四歲的小女兒 是 他們當時在做潛入 就扮演一個侍候 送一個蛋糕去驚喜 這樣 在送一個蛋糕的時候 被小妹妹看到 哇 蛋糕應該很好吃 然後追上去吃了她的蛋糕 他們就相遇了 然後進去開拖 你想想 John Wick這樣打打一下 無緣無故有個小妹妹在下面 這樣變成整個場面 混亂得來又很有趣 尤其是這些動作 我覺得是做得非常好的 PFS動作近來真的不用擔心 對上那季做的什麼 對上那一套 你是看到 那些番茄醬不用錢的 那些 種番茄醬一定多 水性蒸魔女 是啊 有一個 我看到很多人在說 其中間其中一個幕 就是在擋子彈 拿了那些金屬的托盤 在擋子彈 那個托盤是不想每磚 就說 請問這個在哪裡買 我想要翻過 還有美妮其實在那一場是很恐怖的 整場子彈飛來飛去 她是一路笑著 哇 爸爸爸爸 然後是完全 一點傷都沒有 是嚇到一騎 就說 喂你不要動 然後最後是怎樣 最後就是一騎和靈 要殺那個目標 挾持著美妮 那一騎就安慰她 然後就是靈 一槍就堆爆了 然後就說美妮不要轉頭看 小孩子不要看 小孩子不要看 我覺得這套要讚的 她是將美妮那種死小孩 那些人不是說 養小孩最害怕那段階段是什麼呢 會說話 會周圍走 就是美妮這種程度 最煩 最浪費你體力的那種階段 她在這套動畫是表現得 巨細無遺 總之就是整個立不小心那樣 立不小心她都會有坐下的日子 這一個是沒有的 只要電視播 天氣有天氣姐姐也坐著 暫時我看了都覺得很有趣 另外我必須要提一下 就是這套東西的音效 我是蠻驚訝的 第一個我最留意到的就是 她開場 她那一場追逐戰 她裡面錄音 錄到那些電單車的聲音 是真的很清晰 這套東西裡面的音效 BGM那些東西 全部合得很棒的 我帶音樂去聽的話 我聽得很爽的 那第二樣我想說的就是 她那個OP 她OP 找了Yo Asobit的Iazer去唱 去唱啊 對 我印象中 她好像沒有做過動漫歌 那些 即是她自己唱 即是她自己唱 她自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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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的 我記得就 我自己覺得挺有趣的 是 土少的地方也有 溫情的地方 開始也有 是 但是大家都說得很誇張 就是說 為什麼第二集 會帶美 當然是美利自己跟進去 但是為什麼 看到美利之後 會帶她進去的房子 我覺得是很超現實的 沒有 外面應該會被人挾錢 怎麼辦呢 進去就一定不會 她還瘋過黃昏 大哥 哈哈 但是 那種 土人厭的小孩子 的描述 她是做得很好 即是應該做出一個 很生動的小孩出來 我猜應該是 是 她是比Ania更加活潑 因為Ania 其實Ania 是不煩的 不煩的 但是她是 周圍走來走去 說話 因為很煩 那一隻 她是做到那種 煩躁的感覺出來 對 如果你說認真那邊 其實一騎和阿玲 本身的家庭 都不是很完整的 一騎本身之前 是有她的老婆子女 但是好像發生了一些意外 而阿玲本身小時候 也是受爸爸的鞭打 其實我只是看了第一集 但是第一集 我覺得很驚訝 就是她一開場 說她的時候 她睡了 旁邊有一條女兒 即是昨晚診完那種感覺 我初時打算是 帶個角色出來 然後那個小妹 不停地說 爸爸爸爸 那樣 那時我也沒有認識到 到最後片尾的時候 在那裏查她 媽媽是誰 不是那晚診了那條女兒 哈哈哈哈 那一刻我是很驚訝的 哈哈哈哈 即是她什麼人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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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之後 爸爸爸爸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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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份上也有機會 因為她中間那裡有一場 就說 我找到你爸爸了 爸爸追我了 誰知道原來真的是 哈哈 因為診過 很有趣 那之後 究竟 會不會寫得很胃痛 都要再看 但暫時 見到美莉作為一個 小女兒的角色 或者跟一劇 跟阿玲之下的關係 寫得不錯 而且畫面上 我看你們 感覺上次是動作喜劇一點 可能還會 不知道在後面怎樣發展 但也很期待 我回去補回這套 畫面也很好 沒錯 這套差不多 接著那一套 都是我們今季 很期待 很想繼續看的 一個作品 《Vampire Dies in No Time》 第二季 阿德克拉 第一季我真的很喜歡 因為看得很開心的一季 吸血鬼馬上死 終於阿德克拉回來了 看得很開心 雖然我暫時看的一集不多 因為時間關係 我還是知道才一次清理 是 但我只看第一集 我已經 就是這隻feel 就是那隻狗不搭白 感覺回來 他的笑點 都能保持第一季的feel 第一季就是 慢慢帶著 帶著各種角色出來 包括那個吸血鬼獵人工會 那群 或者阿德克拉那邊的親戚 他帶著角色 阿倫摩伊國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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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季一回來 已經是這樣做事 甚至是德克拉和羅納德 一吵完膠 因為上季總之 故事就是 羅納德這個吸血鬼獵人 遇上了吸血鬼 德克拉 總之德克拉不是壞人 不是壞吸血鬼 而且德克拉那是一個宅 很喜歡打遊戲 總之一連串的 神驅鬼空就燒了 那間城堡 雖然後來阿爺就說 沒所謂 那間城堡這麼舊 都建了 但是 也是這樣 所以德克拉就住在羅納德 這個吸血鬼獵人的事務所 那兩個就變成像一對拍檔 還帶著寵物阿John 阿John這隻神獸穿山甲 然後就一起在這裡住 一起在這裡搞笑 那好像 第一集這樣 就是德克拉和羅納德兩個 吵架 走了出去 然後發現門口張紙跌了 門口張紙就是寫 這個事務所有任何煩惱 就隨便進來找我們聊 但是 跌了一字以後 德克拉就說 我們吸血鬼是不會隨便闖進來的地方 門口不說歡迎幾天進去 我們是不會進去的 那就是怎樣 我回不了家 然後 搞了很多無聊事 在第一集 甚至第一集已經有一個編輯出 因為羅納德 還是有寫小說 將他那些對付吸血鬼的事跡 寫成書 成為羅納戰 而 他經常在趕稿的時候 在趕著的 deadline的時候 就會很痛苦 但是 德克拉這次就明環狗 在這裡 你要趕高啊 哎呀那我前面跳拍舞給你看 哎呀你現在趕不到稿啊 沒有慘 都將來連編輯都出來了 因為編輯是瘋狂的 會拿鐵柱女說 裡面沒有釘 但裡面放了一部notebook 只要羅納德 交不到成果 就會把鐵柱的鎖住 讓他在裡面打完稿才能出回來 第一集已經有編輯都出來了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一個位置 他看到編輯拿了鐵柱出來 羅納德說 行了我明白了 但讓我先唱一首歌 然後他唱完結尾 唱完結尾 最後還是被人找到一半 好搞笑 還有之後編輯再來這個office 但是他這次就不是找羅納德 他找達拉做什麼呢 那德哈拉打開機的嘛 是 他說現在編輯部有個新專欄 找你寫這個打機報告 然後德哈拉 喂 BK了 我要寫的話要符合他的標準 很難的 但是 如果我交不出份稿 就要我被人數進去 是啊 我心想說你不要 那誰知道呢 他給了一隻遊戲 是絕版的爛遊戲 達拉就是說 我怎麼寫啊 這遊戲都是爛到沒有品 就是他說你一進去 立即Game Over 然後他個人靜了 然後編輯你是很期望 看著他究竟有什麼comment 怎麼過關 他就要寫 嗯 他果然很巧 玩家的耐性 搞了一大輪之後 就回來 然後就說 欸 編輯我交稿的 不是我們找達拉寫 新專欄就是爛遊戲的評價 然後打拉 扑街 好好笑 真的 他那些無厘頭的 他回來了很開心 嗯 所以這套 比較黑銷 第二季當然要看 我的時間關係 還沒可以繼續看 我回去也要回來看 但如果你沒看第一季 看了第一季 回來看第二季 這套真是 一套看得很開心的作品 那裡面還有其他人 包括羅納德讀書時期的同學 又是崇江配音的 另一個半級血鬼獵人 他又經常很憎恨羅納德 他說 因為 他令到我媽媽以為有什麼世仇 很害怕 那時候他就說 因為他令到我媽媽以為 吸血鬼獵人和吸血鬼之間的發生過悲慘的事 不是 原來 他的媽媽成為了羅納德的羅納戰的粉絲 所以做了迷妹整天很想找羅納德 整個屋都是他那些Poster 他回到家 一開房間就看到整堆羅納德貼了那個 就是說 這條混蛋我時刻殺了他 你搞我媽媽變了迷妹整天在那裡迷著 還好迷迷迷著我的舊同學 搞錯 都很好笑 還有他那個團隊是一個對吸血鬼的 應對課媽 今季有幾集是專門再介紹他其他隊員 很搞笑的 還有就是羅納德本身的獵人公會 他有一套說有一個新人 是東京來的 看起來很帥 還要拿一把好像很厲害的劍 他看到吸血鬼一群人手撩 他是像別人五條老師一樣 術式展開一樣 慢慢把劍拿出來 武裝開啟 然後在他還沒拔完把劍的時候 旁邊那個 你說什麼 打死了一隻怪 然後大家說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他在做一些很帥的事情 你不要搞他 這套就是要看這套 很好笑 還有他在第一季我就笑他 那個人很有性格 所以這套都很好看 大家還沒看第一季就看完 然後到另一套也是輕鬆作品 也是搞笑的作品 就是我與機械子 在我們這個節目 即是講新番的時候 通常都是我們三個講的 通常講新番 其他主持都是 未必有追 但在這一套播放的時候 新叔跟我們說 這套很棒 連新叔都說很棒 那你就竟然知道這套是什麼 這套是一套搞笑的 就是我與機械子 那它是一個 算是惡搞多拉阿夢的設定 嗯 那它就說 有很多的機械女卜 在這個世界上存在 很多人都會 訂一隻機械女卜 在家裡 那些人就 自然就買了一些很正常的女 那些女 那些美少女 然後就好像大紅 那樣就回家 媽媽我又要 那樣 然後我家裡沒有錢 然後就買了這套東西 那這個就是一個 肥婆 不是的 我覺得它是北斗之拳 那類的造型 是 這個肌肉女 是 那樣就做了他們的女卜 雖然性別 我到現在都不太懂得到是什麼 嗯 那接下來就是 講他們在這裡的生活 你當作多拉阿夢 那樣看 但是這套東西 是有著極大量的惡搞 就是他們全部都是 一些很搞笑的 其他東西 譬如龍珠 就是我記得第一集 他就說 你究竟是哪一種類型 然後他轉了幾樣東西 你是不是好像銀魂那些 漢板娘 好像阿神樂 那樣 這套也有 有烹頭腦 他真的騷了賣屎屋的樣子出來 那因為這套東西 都是有時候會惡搞針系的東西 嗯 那他本身是一個杯麵 所以他get的速度是非常之快 嗯 有很多get 都會看你重不重 但我覺得他惡搞的程度 其實是不錯的 嗯 但是這套在動畫上來說 就是一個杯麵翻 那我自己覺得 他的get其實是好笑的 問題就是他杯麵翻得來 那些笑位是太密了 嗯 我還沒開始笑 我還沒笑得出的時候 他已經轉了下一個get 就變得太快了 OK 那如果他會拖長一點 就是他現在是三分鐘左右一集的 如果他拖長一點 五分鐘左右 可能會好看很多的 甚至好像范澤先生 他大概十分鐘 那些get我是可以知道更加多 還有你get其實是有一個起伏的 是 就是你這個get完了 你是有些休息的位置 才會做下一個get 但是這一套 是一秒 完了之後 下一個get已經來了 是 所以例如他扮小剛 全版 然後下一個get 已經是可能出去撞貨車 這樣 那個get的轉變速度 實在太快了 是啊 就算那些笑位是work的時候 我都還沒笑得出 就已經過了去下一個get 嗯 是啊 我記得播出的結果很好笑 是啊 現在沒有聲音出來 我覺得很好笑 幫他擋貨車好像很感動 為什麼貨車就爆了 混蛋 是啊 這個過癮的 這套是過癮的 我記得過癮回去再看完 我覺得搞笑得來 又不是很長 所以可以拿來看一下 那新叔我沒有介紹錯的 那這套差不多 今節到這套也差不多了 那下節回來 大家說一下 一些可以說 打鬥多一點 有套就不只是打鬥的 那下節回來 繼續動漫戰隊 下節回來 我感到這裡 等下節回來 跟 ю俊 打鬥多一點 還別總得 小物 小物